Hello大家好我是大树 那么大家看到我帅气的新面孔 我之所以戴上这个面具呢 就是因为油管对我进行了特别的关照 同时呢我也感觉到非常的不安 因为呢在民主世界里 有一只看不见的无形的手 在背后操作了这一切 所以当我进入到他们的人工审查中时 我只要戴上这个面具 我就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你们知道这种审查 在这个民主的世界里存在 却和强国有着一样的 看不清的四黄油红的底线 而且一旦进去之后 基本上人就出不来了 随着这个黄色的标志越来越多呢 最后呢这个频道就会进入到 一个人工审核的区域里 那在做这个频道之前呢 我其实还有一个频道 起初呢也是无限的黄标 再到后来就开始出现 人工审查的红标 然后视频被迫下架 再到最后 这个油管以一个重复使用他人素材内容的理由 给我提出了他的盈利计划 事实上呢在很大程度上呢 我可以理解油管的黄标政策 包括他所谓的侵权内容敏感话题之类的 可是有些东西呢根本就无法避免啊 因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 而且每个人呢对事物的认知都各不相同啊 甚至呢他的接受能力也都不一样 你如何就一口咬定说我属于黄标内的那些创作者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就像为了避开这个油管的审查机制啊 大家发明了各种词语啊 以至于我讲话的时候要刻意避开他的雷区 可是当你刻意避开他的时候 一个人这样做其实没有什么啊 他可能就是标新立意 但是一堆人这样做的时候 就说明这条底线起作用了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 YouTube已经涉及了并限制人家自由言论的权利呢 当然了法院可以认定YouTube啊 仍属于私人讨论的这个范畴之内啊 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 法律的裁决其实是基于大法官 对法律的个人理解 那这个大法官呢 能代表所有人的价值观吗 大法官他也是个人 他如何在不受个人情绪观念 各种思维矛盾的这种干扰情况下 做出理性的裁判呢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问题啊 老妈和老婆掉水里了 你先救水啊 这个问题呢 难倒了无数个人啊 其实这个假设他本身就有问题啊 因为老妈和老婆一起掉进水里的几率有多大呢 怎么掉进水里的 如何掉进水里的 在什么环境下掉进水里的 也就是说回答这个问题前 你应当有一个大环境啊 就算掉水里了 你有没有能力去救他啊 你的条件是什么 环境是什么 所以说救的时候 你还得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和大环境啊 也就是说单从问题上来说啊 这根本就讨论不清楚这个事情 那把老妈和老婆掉进水里啊 你先救水这个问题换成油管黄标对与错的问题上 你会发现哎 我们怎么对油管的讨论都是不清不楚的啊 因为油管的黄标既对也不对啊 既错也不错 但是呢咱们把油管的黄标坐落到某一个事件上群体上内容上你就会发现油管出重大问题了啊 它是绝对站边的 它绝对的不公正啊 因为长视频里的内容不是每一段都有黄标的 那么按照正常分配 你可以在我不符合油管广告盈利的视频片段里不穿插广告 但是正常视频片段要可以给我穿插自由分配的广告 比如说一个三分钟的视频在两分钟出现黄标 两分半后又正常 那么我就可以在两分前和两分半后自己穿插油管的广告 而你把我所有的内容都以广告商不喜欢为由给我打上黄标 那么我就想问问 之前我没有进入小黄屋的时候 那些广告前你是怎么给我的 所以油管的这种一言堂政策它会导致什么 如果油管对长视频的审查越来越严 那么大家可能就会更多的去关注短视频了 所以我不明白YouTube为什么要这么一条路黑下去 当然我有抱怨我为什么会中标 很多朋友给我的回馈是说我受到了别人的举报 当然这个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每个像我这样的频道主都会面对这类人群 当大家不爽的时候 说了不符合他关键的东西的时候 他们就爱动用这个权利 而且我们也知道 一旦可以给这些人权利的时候 他们就会像大白一样肆无忌惮 所以我非常理解他们 但是油管的角色就像是这些人举报到大法官那里 那这些大法官受理这些事件时 他们对我们的处理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我个人觉得油管已经越来越极端处理这些事件 而且在这些事件上毫不留情面 完全不做出符合事实基于事实的公正裁判 那这些极端行为就会超出我的个人理解 当我的合理请求得不到公正的解释的时候 我必然会觉得这是油管对我单方面的打压 我不管你是不是机器人在审查 即便是机器人 那也是你们的机器人啊 我不可能找机器人出来对质 说他做的不对啊 因为机器人不是人对吧 再有 反红社会的频道的反到底是什么意思 反抗造反还是反对 又或是反感啊 如果这个词没有贬义的成分 那么反红社会的这些频道 就不属于涉及政治的范畴 它就是一种对民生的表达 相反呢 对社会的和谐进步还有帮助 就像我的视频中 我为什么要把某群人说成是抹粉 因为我就是在说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抹粉 但所有认同我这句话说的不对的人 那都是粉红 所以从我个人的理解上 如果别人说我是大内宣或者是大外宣 我觉得非常的丢人惭愧 那么我必然要好好的反省 我到底是不是这类人 而相反我不会觉得这些人是在找这种歧视精神 而且在这个里面 我没有提及任何一个人对不对 那么审查我视频背后的人 说他没有政治倾向 然后给我贴了一堆黄标 说我在玩歧视精神 那么他为什么会觉得我的视频内容 是在玩歧视精神呢 难道我就真的不能是在吐槽红鬼子 为各国人民谋福利吗 所以油管的道德黄标 根本他就解释不同 当你去把人工审核审进来的时候 这个人他就已经是有观点和政治倾向了 我就想问问 美国的建国文本独立宣言 我们每个人都享有包括生命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内的所有的这些权利是不可以被剥夺的 那么我在油管上做时政节目 我能给自己赚到钱 这到底属不属于我权利的一部分 或者说算不算我追求幸福权利的一部分 我的每一集你都给我黄标 让我感觉到不舒服甚至不安 甚至让我疑神疑鬼 像得了抑郁症一般一样 你是不是就在剥夺我追求幸福的权利 还有我生命的权利 活着要吃要喝 我一天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油管制作上 至少我也算是消耗了我生命的一大部分 而且我做油管的同时 我其他方面的正常工作 我就没办法进站 那如果油管觉得我对人权的个人理解比较弱智的话 那我觉得油管的飞标也相当的低级 当然从油管无数个视频的黄标总结经验当中 我觉得油管已经挪变了 在前方的路上开倒车 另外我也想说 我们很多人拿油管没辙 因为油管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不想做你不做 人家也没逼你非要在油管上发声做视频 而且很多人觉得 只要不讲这些内容 照样可以盈利 而且相比国内吧 你就应该高兴 因为至少在这里你还能发声嘛 是的 我觉得这些想法都没有毛病 但是这些没毛病的想法 就助长了YouTube的大病 如果YouTube里没有不一样的声音 那YouTube不就是伊甸园了吗 我跟大家讲 只要对红社会有正常认知的 要拿海外对比墙内 在很多方面海外都好的不是一般的好 可是人的追求是不是就觉得那边是粪坑 我在粪坑旁边生存 就是人类的正常世界呢 是这样吗 你真的不打算让对面解决污染 然后防止这些污染继续扩大吗 我们帮着说话也是帮着墙内的那些没法发声的人在说话呀 当然呢我对牛管也只能说到这里了 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 好了我是大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 同时也希望大家喜欢我的新面孔